署長提出質詢 那大概我也認為說 這個署長大家對你有很多的期許 那其中醫界 這個不管是我們的這個 醫師公會全聯會或者是說相關的這些醫學團體 就是對署長個人 在溝通協調能力的這個部分 是給予肯定的比較多 這個我還是要在這邊 先向署長說明再次 那為什麼這個部分會對署長的印象比較好 是在於說 因為過去的楊署長 在面對很多些重大社會爭議的一個溝通 他有他自己的風格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會衍生說社會很多 不管這個包括我們這個蔡委員 對我們楊署長以前也很多的這個意見 所以這個你跟他風格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政策我還是對署長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一個看法 那我今天要講的重點是說 我們這次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第九條裡面的一個修正 這個就是楊署長當時留下來的 這個有關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政風儀條款 因為當時這個信流感帶流行的過程裡頭 這個楊署長動輒恐嚇 動輒心送 結果造成說這個楊署長認為說 防疫政策失敗 把所有的責任 全部都推給這個大化新聞 那這個第九條裡面的一個修正 將原來的這個疫情報導 我在我們的第九條修法的過程裡頭 將整個疫情的報導錯誤不實 放寬為這個防疫措施 等等相關的這個訊息 範圍擴大 那適用的對象也擴大 將這個醫療人員藉由媒體 這所謂錯誤不實報導 擴大為任何人 不管是這一個行為人 不管是自然人法人 或者是設有代表人 管理人之非法人 機關團體等等 這個部分全部都 都納到到裡面 那換句話說 這個當疫情產生的時候 這個除了說中央的防疫單位 能夠對於防疫的這個措施 表達意見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要閉嘴 所以這個是很典型的 這個鄭鴻怡條款 是藉由當時這個楊智良署長離開 那留下來我們衛生署 在這一次的修法 把他特別把他 這個這次修法提出來 這我覺得這個不符合這個 邱署長你的風格 你今天同樣的這種心流感疫情 假如產生 假如楊署長處理跟這個邱署長 我認為邱署長的處理方式會截然不同 那所以簡單講第九條 我認為這個也是 嚴重侵犯到相關的一個言論自由 你防疫的措施 你假如說疫情 有人隱匿疫情 有人擴大疫情 那造成恐慌 危害到社會公共秩序 那你這個當然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原來的現行條文 這個你只有這樣一個規範 在合理 但是你擴大到說整個防疫的措施 包括大家對於疫苗安全性的一個討論 都在你禁止的這個範圍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不合理 這個是前置言論自由 尤其 今天又是國際人權日 假如說我們衛陽委員會通過一條 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這個條法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不恰當的一種做法 這個署長您的看法怎麼樣 好我想我們未來一定會朝向資訊公開 那麼而且會就像委員所建議的 我們會加強溝通協調 不過有些必要的限制可能還是要存在 我想這個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麼當然我們可以大家可以廣聽見言 我們可以做一些修正 這個署長 不知我幫你學到這樣 你也是繼續五行五術 所以我就要比較不客氣 我就要比較不客氣 就叫署長我本來對你客氣 但是我現在就比較不客氣了 這個防疫政策 它也是公共政策的一環 對不對 它也是公共政策的一環 對於疫苗的安全性 這個包括說 你不管是醫學的專家 或者是包括這些相關的這個新聞工作者 他本來根據他發掘的事項 他本來就可以表達意見 那根據發現的事實 做這個他自己意見表達跟論述 這個都是在促進公共的一個利益 你今天假如不是說一週刊去踢爆 這個當時這個SPF這種這個雞蛋的這些相關的一個問題 大家怎麼會去注意到說疫苗的一個安全性呢 那更何況 當時心流感產生的時候 包括疑似嚴重不良反應率跟致死率 跟其他國家一直做一些比較 我們的都國光疫苗確實比別人差啊 對不對 那媒體就這一個部分來進行這個公共的一個評論意見 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這樣對於這一個整個防疫政策有什麼損害 這個有什麼損害 目前我大概解釋一下國光 事實上國光在經過這麼多年 事實上是他是沒有跟國外的疫苗的效率呢 是差不多的 而且是 我現在不是在講效率啦 我現在在跟你講的是說 他的過去在當時他疫苗研發的過程裡頭 他的疑似嚴重不良反應率跟致死率啦 我這不是在講效率啦 我跟他也不知道在效率 這個署長 所以根據這些客觀的事實 大家去做一些評論 衛生署假如有一件 防疫機關假如有一件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官方的這個管道 迅速給予澄清跟說明嘛對不對 那公共政策的一個討論 他的為什麼要保障言論自由 是在於說自由的言論討論裡頭 呈現不同的意見 公民眾或者是決策者 做不同的一個政策選擇跟決定的時候 大家可以得到充分的一個資訊 來做充分的一個決定嘛 所以他的前提假設 是在於說人民都可以根據這些相關的這個資訊 來做他這個本身最他最有利的一個選擇嘛 不然民主社會為什麼要保障言論自由 就在於他促進公共利益嘛對不對 那全世界哪有說 你們說的就對了別人說的就不對 那一定要按照我們官方的這種防疫相關的這個措施 同樣的一個疫情產生 專家有不同的意見啊對不對 像這個民進黨執政當時這個署長 有時候對這個中央防疫政策你也有意見啊 結果你的意見就被限縮 那搞不好會造成說整個疫情在防疫政策上的討論的一個漏洞 跟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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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一個這個死角 都有可能也許你的意見很好啊提供給防疫專家 提供給中央的疫情單位建議也是一個好意見啊 你為什麼要把它限縮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公共言論的一個討論 他所產生的這個利益 絕對會遠大於說你限制他所產生的一個利益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部分不應該草率啊 去限制相關的這一個有關防疫措施 公共政策的一個討論的一個辦桌 這個不應該去限制 你應該這個部分還是要給予充分的一個保障 你不應該說人家批評衛生素 批評這個你覺得這個言論刺耳 那更何況很多當時他們所提出來的 包括疑似嚴重不良反應率、致死率 或者是對於這個雞蛋的這個討論 這個都是促進公共利益啊對不對 沒有大家要去注意這個蛋雞的這些問題 我我認為坦白講你到現在國光疫苗 我當時當時還不是擔任立法委 這個蛋雞的這個SPF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雞蛋討論 這個安全性還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真的要建議說我們衛生署啊 這個邱署長你要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為什麼我今天來一開始就肯定你的原因是在這裡 不要重蹈楊署長的一個覆策 那另外啊這個我簡單表達意見就好 那個疑似疫苗接種這個要強制解剖啊 這個我覺得這個恐怕這個要這個部分要好好的考慮 因為疫苗你畢竟當時已經都經過臨床試驗對不對 蛤租疫苗不良反應就要解剖 你假如是疫情因為流行這個病 傳染病所產生致死這個病例 因為立即性的避免緊急危難 促進公共利益 那這個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那你假如這個是預防接種 你要強制解剖 我覺得這個很不合理 好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高金素媒委員諮詢 高金素媒委員